他有說很為我驕傲 他說他的夢想就是有一天 我可以唱他做的Beats 就還蠻感動的 今年就感覺好像是那種 上天眷顧的男子 那種我跟女人有沒有說說話 就是在你講那一刻 說什麼東西的話 或什麼甜甜蜜蜜 傳訊息 沒有 因為我手機的訊息已經爆掉了 然後他有傳給我 可是我不太想理他 因為我現在我很忙 先先打開看 你是不是要不然沒東西寫個 你是不是要打開看 他說他等等要來找我喝酒 說真的嗎 真的啊 然後再生一胎嗎 然後我說 不要 我今天要出去自己喝 他會不會生氣這樣 不會不會因為今天是我女兒生日 嘿嘿嘿 你這問題很賊耶 哪會 你會做別的慶祝就好 小熱狗有說什麼嗎 有耶 就是他有說很為我驕傲 然後因為他現在自己他也是 讀這個音樂科系 然後他也在學編曲 然後他說他的夢想就是有一天 我可以唱他做的beat 對 然後他有說他很為我驕傲這樣子 對 結果還蠻感動的 那之後有可能就是會跟他合作嗎 有這個期望嗎 今天就一整天對我來講就是一個 很奇幻的旅程 就是很幸運的事情也遇到 然後百年難得一見這種驚曲 這樣演出事故也發生在我身上 然後我在一陣那種驚魂未譜 然後就是誤打誤上就坐上那邊 然後又突然要上去領獎 所以就是對我來講今天非常的奇幻 然後我還沒有想好要怎麼慶祝這樣子 對不過就很開心 因為其實我上一次拿獎真的是17年前的事情 就真的很久 17年耶 真的超久 那當然中間入圍了蠻多次的 也入圍了其他的最佳作詞也有入圍過 所以就是 今年就感覺好像是那種上天眷顧的男子